哈喽,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个课题 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政局最近的发展 还有未来的发展 可能是怎样 所以 最近呢,首相呢 因为一个烙塞进医院 然后市面上就传到沸沸扬扬 关于什么传闻 关于我们可能会换首相的传闻 很多种版本,一下子又讲 一下子又讲这个那个 然后巫统内部好像又在闹分裂 好像阿玛扎黑,拿茲利 还有以下摩丁这几个 平平的在台面上吵来吵去 总之都是围绕在换首相 换政府这个主题上 OK,我们也不用管再多了 他们自己耍花枪他们的事 OK,我们客观的来解析一下 整个大环境是怎样 OK,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正在沸沸扬扬的 如火如荼的 在进行着那个举白旗运动 其实大家应该要知道 这举白旗运动 其实是从马来社会开始的 并不是华人社会开始的 这是马来社会开始的 我们也知道一眼望过去 全国都是白旗,大多数也是马来人 总的来说呢 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了一个现实 就是因为我们政府的无能 其实现在生活最水深火热的 虽然说三大民族都有 可是最最水深火热的肯定是马来人 而马来人现在对某一定政府的信任度 支持度 应该是已经降到谷底了 如没有意外的话 我必须公平的说一句 某一定也是很帅一下 他一上任就借了这个疫情 这个探守长玉 结果他现在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他有今天这个结局 就好像当初特朗普这样 特朗普本来情势是一片大好 就是因为一个疫情搞到他下台 当然某一定自己本身也是无能 这也是无可否忍的事情 OK 过去又不讲 我们现在就讲现在总结结论是怎样 就是 我是认为现在这样的情况 马来人生活水深火热 要支持某一定是不可能的了 OK 当然我们华人也是在那边 非常的高兴兴奋 直到某一定即将下台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没有去想 这个问题就是某一定下台了过后 谁来上台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去想 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去想 大家只是把自己现在的愤怒 发泄在某一定身上 可是不知道 谁会来取代某一定呢 当然不是希夏姆丁 你要知道耶 希夏姆丁现在在巫统里面是零党值 他虽然在国政是一个总裁政 可是他在巫统的体系里面他是零党值 照程序来说 怎样也不可能轮到他做首相 除非他之后的巫统党选 他中选巫统主席 这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如果是照程序的话 还是阿玛扎黑是最有资格的 哈蒂阿王也是有资格的 不是讲孝恶 OK 那些都不讲了 基本上我是认为 所以姆怡丁的首相位置 应该是不会动摇直到下去大选 直到下去大选 直到下去大选 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到远一点 就是两年后如果说大选 姆怡丁应该这个政权是倒台的 没有悬念啊 多数是倒台的 他肯定他这边没有华人知识 那边华人知识也跑到完了 所以他是稳倒台的 可是问题是谁会取代他呢 啊 取代他那个必然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获得广大马来人的知识 所谓的广大马来人知识 不一定要超过五十八千 有四十八千就可以了 谁可以拿到四十八千 马来票就是拿天下的 很可惜很悲哀很遗憾的跟大家讲一句 现阶段来看最有可能取代某一定的人 就是五同 哈我不说国证 讲国证是多余的 马华你看他吗 剩两个罢了 OK 国大党你看他吗 剩多少个我不知道 国证就是五同 所以我们不用讲国证这种垃圾的东西 我们直接讲五同就好了 可以期待姆怡丁的最有可能的依然是五同 最有机会拿到最多马来义席的依然是五同 本来姆怡丁如果不是被这个疫情搞得太糟糕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跟五同 发一下马来票 可是现在我看起来真的是不可能 结果就一老 五同 然后之后我们看这回教党 回教党是一个墙头草的 我觉得到时候五同如果拿到绝大多数马来义席的话 他只要跟哈迪阿旺吹个口哨 哈迪阿旺就过来了 到时候又来乌鱼联盟 唉 头痛 我没有办法 我讲到难听一点 可是这是一个很可能的现实 我相信你们也是接受的 所以呢 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 我们在这边哀神探气没有用了 我是认为唯一的出路 就是沙巴跟沙拉瓦这两边的朋友 这两边的同胞要珍弃一点 珍弃一点 唯一唯一可能的出路 就是沙巴沙拉瓦的人民要团结起来 不论种族 华人土著什么族都好 总之是所有的沙巴沙拉瓦的人要同意团结起来 然后再加上半岛西海岸 半岛西海岸各州的人民 半岛西海岸各州的人民就是 509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半岛西海岸 全部州属都被西连赢去 国阵全部倒台 我一个个跟大家算就是 楼佛马六甲 深美兰 雪兰儿 霹雳 还有极打 冰城 七个州 七个州 其他几个州就不用去看了 不大可能的 就比如说柏黎寺 金兰丹 丁加努 彭坑 这四个州我们不用看了 是多余的 多数是回家党或者是武统 我就讲西海岸七个州 如果我们可以再重新复制多一次509 西海岸七个州 沙巴沙瓦两个邦 七州两邦的人民 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一股新的势力 我不说这个势力是西联 因为现在的西联 已经不是当年的西联 它可能是一个新政治联盟 所以我直接称之为一个新政治联盟 然后这新政治联盟 它主要的支持者来自 西马 西海岸七个州 再加上沙巴沙拉瓦 七州两邦加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 然后这新的政治势力 能够抗衡武统 能够抗衡回教党 甚至能够抗衡武统回教党 连着起来 这是唯一的出入 唯一的变数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最坏最坏的情况 最坏最坏的情况 就是巫统拿了40%马来西 回教党拿了30%马来西 然后巫统跟回教党合并 变成一个无一政府 这就是最坏的情况 这是我可以想到最坏的情况 我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稍微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 也知道这可能性是蛮大的 我再重复一句 就是最大可能性 最大唯一的出入 就是西海岸七州再加东马两邦 七州两邦 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入 所以现在某一定 老实说现在某一定虽然是很惨 可是我真的是不希望 我不想去踩他 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某一定再怎么烂都好 他起码他站在那边 他还可以帮忙消耗巫统的实力 他还可以帮忙拖住回教党 不要让回教党过去巫统那边 我讲到这方面很少人看到了 所以我现在重复跟大家讲 我现在强调给大家知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 某一定有他的历史责任 有他的历史角色 我觉得这一刻他的历史角色就是 他在那边依然抗衡着巫统 依然拖着回教党 这已经是很大的角色了 可是没有用 以现在马来人对他的支持度 我看他撑不了几久 下一届大选就是拜拜 所以我要讲的话 我已经说完了 希望今天我讲的这句话 给大家一点思考一下 OK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